沈秋第一次带我见家长 他爸就翘着二郎腿 让我去跟沈母一起洗碗 还美其名曰沈家媳妇准则 我没有反驳 转身进了厨房 可是后来 过了半辈子的沈母却要跟沈父离婚 沈秋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说我挑唆家庭关系 不安好心 我笑了 当初不是你们让我进厨房的吗 沈秋带我见父母当天 正赶上了下暴雨 乌云密布 狂风怒嚎 我带了大包小包的礼品 总共加起来快有小一万 给足了沈家颜面 没想到沈秋竟然连车都舍不得打 我俩冒着大鱼 走到了沈家菜都凉完了 我一看桌子上总共四个菜 三个素菜 看着就不新鲜 还有一盘是烧鱼 只有一条死不明目 沈父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 嘴里叼着雪茄 斜着眼睛看我 你就是沈秋娇的女朋友顾慧雅 我低下头腼腆的一笑 饭桌上我就草草吃了几口 沈父便丢下筷子 只是我小雅 你吃饱了帮忙刷刷碗吧 沈秋他妈腰不好 你去给他帮帮忙 姐妹们评论区打出谢谢财神 他就会送你财运哦 快来试试吧 我看向沈秋 只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游戏正打得飞起 听见沈父让我刷碗 也没有制止 只是附和着恩了几声 沈父便更来劲了 也许是觉得 沈秋已经把我拿捏得死死了 他拿出了当家主人的做派 快去吧小雅 这是我们沈家挑媳妇的准则 我低眉顺眼 转身就往厨房里走 听见背后的沈父拍着沈秋的肩膀 开心大笑 你小子有为父当年的风范 哈哈 他们没有看到 我也偷偷勾起了一丝笑 因为我终于到了厨房 见到了沈母洛伊云 我见到他时 他正蹲在厨房的垃圾桶旁 扒拉着碗里的饭 吃得不顾形象 又快又急 身上穿着褪色过时的衣服 戴着一件粉红色的旧围裙 眉宇间温柔 只是眼神紧张 唯唯诺诺 他看见我进来了 神态显而易见地慌乱起来 不自觉地用讨好的语气问 是秋秋的女朋友吧 你怎么进厨房来了 这里脏快出去快出去 他似乎想伸手将我推出去 手快碰到我衣服时 他却又愣了愣 将手在围裙上蹭了又蹭 不好意思地笑到阿姨手脏 怕把小雅的衣服弄脏了 坐在餐桌旁的神府 似乎听到了厨房里的对话 不耐烦的大声吼 你又在瞎操心什么 我说喜就喜 这不是帮你分担吗 女人就该多干点家务活 越干越勤快 洛伊云听到这话手抖了抖 像是有点害怕 略有愧疚地看了我一眼 却不敢再让我出去 即便如此 他还是只让我干了点简单的活 我一边擦桌子一边与他聊天 阿姨您的身段真好 以前是干什么的呀 洛伊云听到这话笑了 直起腰停下了手下刷碗的动作 我现在只在家做家务呢 生了沈秋后腰粗了好多 要说我以前在国家队跳舞的时候 才算得上身段好呢 你呀真会夸 怪不得沈秋喜欢你呢 洛伊云像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讲起以前他在国家队跳舞的日子 眼神都亮了亮阿姨 当初你都到首席了 为什么生完沈秋不复出呢 他听到这话 脸僵了僵 末了叹息道哀 当初没人带孩子 沈秋他爸也不想放弃工作 求我放弃跳舞照顾沈秋 后来时间久了 也就这样过了 我抿了抿唇 正准备说话 沈父却又在外面叫小雅 我连忙准备出去 只来得及回头望一眼 刚刚擦过的桌子上 转眼又堆满了瓜子壳 沈父严肃地壳了壳 摆出架子问小雅呀 我听沈秋说 你家是做房地产的 你还是独生女 我点了点头 那你们这赔价准备出多少 伯父我爸爸说 等我出价 这整个公司都是我的 沈父对我的答案明显很满意 嘴都要笑裂开了 看到我在看他 他又连忙收了笑意 小雅呀你也知道沈秋 他这孩子一米八几的个子 长得又讨小女生欢心 学习成绩又好 一直是很好找女朋友的 我在心里冷哼一声 学习成绩好 他怕是还不知道 沈秋在他们班成绩倒数 一学期五门考试能挂科四门吧 难道这也算学习成绩好 可是他跟我说就喜欢你 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想让孩子幸福 我看你勤快又能干 你们俩交往我也放心 沈父见我不言 继续他的表演 可是吧这彩礼吗 也算是个封建糟粕 我的意思是 你们家别要彩礼 婚礼也最好别办了 你们年轻人不是喜欢一切从简吗 沈秋有点不耐烦地打断他 我这么好打发 这么好拿捏 他肯定觉得我是个傻子 甚至还有点怀疑我在骗他 我连忙抬起头 一脸崇拜地望着沈秋说吧 你不知道 我真的很喜欢沈秋 只要沈秋爱我就好 我相信两个人只要相爱 就是最浪漫的 至于金钱 都是浮华 爱情比金钱重要多了 听到我这样说 沈父放心 好好好 你真是个好女孩 现在女生都拜金 都没进门呢 就天天要几十万彩礼 还有三斤的 要我说他们就是一群吸血鬼 太物质了 我连忙点头附和 沈父大手一挥小雅 你通过了我们家的考验 欢迎你加入我们沈家 要我说明天 你就把行李都带过来吧 顺便把结婚证领了 别整这么多什么仪式感 好好过日子才是真的 骆依云刚刚洗完碗 从厨房走出 听到这话 犹豫后还是走过来 小心翼翼地说老沈啊 女孩子结婚就这一次 要我说咱们还是应该 沈父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你懂什么 你都脱离社会多少年了 现在他们年轻人 就是流行极简这一套呢 骆依云连忙低下了头 第二天一早 我便收拾行李 匆匆搬到了沈家 当沈秋的俊脸 在我眼前不断放大时 我差点呕出来 我忍住作呕的表情 一脸娇羞地递给他一杯酒 秋哥哥我们还没有喝酒杯酒呢 沈秋看着我 一脸自信地接过酒 准备一饮而尽 他故意压低嗓音 每一句话后面都像跟了一个气泡 我将手攥得死死的 以防自己忍不住揍他一拳 就在这时 沈秋却突然喷的一声 倒到床上 昏迷不行 我眯了眯一眼 看着身形 逐渐化作实体的阎王秦志 我说秦大老板 你干嘛跑到这来打搅 我的入洞房环节呀 秦志接过差点落到地上的酒 一饮而尽 声音一如既往地欠揍 我说孟婆 我这不是担心 你被人占得便宜吗 我乐乐指了指床上 被打晕的沈秋 就算你不来 她喝了我酿的 酒不到十秒便倒了 我支着下巴嫣然一笑 我要提醒你 那杯酒你刚刚喝下去了 秦志脸上骤然一变 咬牙切齿地望向我 没良心的 早点解决了回来 望穿河里的那条鱼 想你了 她的身形很快消散 我挑了挑眉 第二天早上 沈秋有点迷惑地醒来 摸了摸自己发疼的后脑勺 满脸通红地推了推她 讨厌昨天秋哥哥你好勇猛哦 沈秋原本还有点疑惑 听到我这样说 便以为是自己喝酒喝醉了 得意地说哈哈 你跟了我也算是你的福分 快起来给咱俩准备早饭 对了我要吃糖心煎蛋三个 我乖巧地点了点头 沈秋神态更加得意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沈家的生活 眼看着沈父和沈秋 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 从逐步试探到心安理得 我不禁想 骆英云也是这样过来的吗 妈我明天要去开会 我的西装准备好了吗 老婆你刷完完 把我的快递拿上来 甚至连我买化妆品 沈福也要嘟囔几句 要我说小女孩佳佳的 还是自然最美 什么口红眼影都是骗钱的 在我眼里 骆英云就像个 不用充电的智能机器人 没有意识嫌过 反观沈父和沈秋两个人 上完班便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玩手机 吃完饭的碗放在那里 等着沈母收了洗碗 帮他们叠被子 这天中午 沈父被老板狠狠劈了一顿 醉酒回到家 便砰的一声 把刚刚摆好的凳子踢倒 大吼大叫妈的 这凳子怎么放的 骆英云连忙跑过去 一脸讨好的说 老公你喝醉了 快躺下我给你煮醒酒汤 骆英云一边说 一边向我识眼色 让我离开 估计是害怕沈父迁怒于我 我没动沈父嘴里嘀嘀咕咕 看到骆英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我天天在外面拼死拼活挣钱 你在家里真舒服 连个凳子都摆不好 骆英云表情有点难看 可能是我这几天 总给他讲一些故事的缘故 我每个月给你两千块钱 怎么做的饭还这么简单 你把钱都花哪去了 臭娘们我算是看明白了 沈父这就是在没事找事 拿骆英云撒气 骆沈父说着说着净土出来 干干净净的地面瞬间布满脏物 空气中 弥漫了一股难闻的酒精和菜的混合味 而骆英云 却一脸平长地帮沈父擦了身子让他躺下 又开始擦沈父的呕吐物 像是已经发生过好多次这样的事情 他早已见怪不怪了 我倒也没阻止他 只是安安静静地等他擦完 然后掏出了两张票 妈你想去看演出吗 这是国家首席舞蹈剧院出演的话剧 咱们城市就一场 神母眼睛发亮 明显是很心动 他又看了眼神府的房间 念叨可是我害怕老神醒来看不到我 又乱发脾气 不然你和小秋去吧 我笑着搂过他的肩膀 哎呀妈爸又不是没有自理能力 你醒酒汤摇好了 走吧走吧 骆英云宠溺地看着我 眼神像温顺的绵养 有点无奈道好好好 那咱们去 我眼神中闪过一丝喜色 终于骆英云终于慢慢变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每天在他耳边讲的故事 起了效果 还是他喊我小雅的时候 透过我看到谁的影子 我表面淡定 内心却狂喜 甚至开始感谢沈父的老板 我带他看的剧场是王宝串挖野菜 回去的路上 骆英云若有所思 妈我率先打破了安静 你有没有想过付出 我骆英云低下了头 现在沈秋也大了 不再需要你照顾 你完全可以去干自己的事业 可是我都这么多年没练习了 我打断了骆英云的话妈 只要努力肯定可以的 你跳了几十年的舞 早就有了肌肉记忆 现在不晚的 妈要知道 谁也没规定过 生活是一直围绕着男人和家庭转的 咱们楼下就一家舞蹈班 咱们可以先报名练习着 不耽误什么 再说了我拿出藏在口袋里的银行卡 我的嫁状多着呢 也不浪费钱 骆英云终于对我说动了 答应我先试试 条件是不耽误他每天做完家务再去 我也没有着急 点了点头 没想到的是 我们回家的时候 沈父已经醒了 整个客厅都笼罩着一股低气压 去哪了 我和小雅一起去看舞剧了 沈父皱了皱眉头 有点震惊 毕竟在他印象里 骆英云除了平常买菜和取快递 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别的地方了 他身边的朋友也早就没了联系 连沈秋也抬起来打游戏的头 有点诧异的问妈 你这么潮流啊 还去看舞剧看得懂吗 骆英云拉住我的手 像是从中能获得一些安慰和鼓励 当然看得懂 我以前可是舞蹈剧演员 对了我和妈都报了名 以后每天晚上干完家务 我们就在楼底下的舞蹈室练舞 听到我这句话 沈父竟然有点紧张 小眼睛滴溜溜转了转 上下打量着骆英云扮上 吃笑一声就你这身材 还学跳舞呢 我看不如去跟楼下的大妈一起跳广场舞 还省了笔钱 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以为自己开的这个玩笑很幽默 这不是第一次沈父这样开玩笑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和骆英云在房间里边拖地边聊天 我建议他把刘海掀上去 看着更有气质 沈父经过听见了 便撇了撇嘴 说他脸长 先上去长得像个大河马 才怪骆英云长了一张鹅蛋脸 笑起来眉眼弯弯 怎么都跟河马沾不上边 骆英云这么自卑 都是沈父一步步造成的 不断地打压他 慢慢的骆英云便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好 当时我便有点恼怒 准备反驳 骆英云却拉住我摇了摇头 他也是说玩笑话我都听习惯了 这一次骆英云自己知冷了起来 我跳不跳都是自己的事情 反正不耽误家里 沈父肉眼可见地生气起来 他没想到在这个家里 竟然有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 碰他抓起花瓶就摔到地上割 往常骆英云早就吓得开始说软话 保证自己不去跳舞了 而这次他却看了一眼碎花瓶词片 拉住我担忧到小雅 当心别扎着了 便静止走回了屋 没有一点清理的意思 这次他的脊梁挺得笔直 没有认错 这一地碎残渣就像长在了地上 人人从这里经过 却没有人愿意打扫 骆英云终于发现 他以为温馨的家庭 其实只有他一个人在付出 沈秋一开始指使我去清理 我笑了笑 我明天要回家找爸爸拿钱呢 要是割伤了手 爸爸看到生气 那哥哥你充游戏的钱不就没有了 沈秋一听游戏 咬了咬牙 一鼓作气去收拾碎瓷片 从小到大 他从来没干过家务 连碎片要用扫把先扫一下都不知道 他拿手一片片剪地上的碎瓷片 被扎得呲牙咧嘴 好像一只可怜的落水狗 骆英云每天都出去练舞 逐渐交了好几个朋友 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快乐 甚至开始让我叫叫网购买一些新衣服 从前微微缩缩的神态也逐渐消失 经过上一次事件 沈父沈秋开始打温柔牌认错道歉 沈父握着陆一云的手 一脸深情 沈父长得好 见眉心目 人母狗样 不然当初落一云也不会瞎眼看上他 然而我并不是不想让你跳舞 只是每天工作回家真的很累 只有看到你 我才有归属感 沈秋也坐在落一云旁边 江头倚在洛一云的肩上 就是阿妈 你说跳舞有什么意思 你在家里躺着看电视多舒服 你们万一跳舞扭到脚了 我和爸要心疼死了 眼里的关切不似作假 看着丈夫和儿子都满怀期待地望着他 洛一云有点犹豫难我 我就突然打断了这副温馨的场面 哎呀妈 你快瞧瞧沈秋他多疼你 当初妈怎么没多生个孩子 要是再生个女孩子女双全肯定更幸福 我娇笑着 此话一出 三个人都变了脸色 洛一云脸色发白 沈父和沈秋却瞪了我一眼 沈秋恼怒你不会说话就别说 我装作慌乱的样子红了眼 心中却吃笑 他们当然慌乱啊 因为洛一云曾经怀过一个女孩 都八九个月了 沈父拉着洛一云去不正规的地方 违法检查了婴儿性别 脸色发绿地哄着洛一云打掉了孩子 沈家父子脸色铁青地各回了房间 独独留下我和洛一云两个人在客厅坐着 就时钟滴答滴答不断发出声音 让人内心发慌 洛一云还是温柔地坐到了我身边 抱紧了我好了小雅 你不知道 我曾经打过胎 是个已经成型的女婴 洛一云说着 眼泪便情不自禁地往下流 老沈说家里实在养不起我的女儿 她捂住脸痛哭起来 肩膀一耸一耸 正直言下 我却觉得洛一云的肩膀上 却落满了中年不化的血 压得她喘不过气 小雅呀 当时我为女儿起的名字也叫小雅嘛 我拉住了她的手 洛一云满脸泪痕地望着我 我觉得当时可不是养不起 而是她重男轻女 才让人打掉孩子 如果真的养不起 那为什么刚得知怀孕的时候 没让你打掉呢 如果小雅活着 她会喜欢这样的母亲吗 我想 她只会喜欢勇敢追求自己梦想的母亲 不是吗 洛一云愣愣地看着我 像是一下子消化不了这么多话 可是人不都是这样活的吗 况且老沈她说她爱我 我站起来指了指墙壁 墙壁虽然坚固 可若是用的是万千女子的骨和血柱城 我宁愿拆了这墙壁 我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剩下的需要洛一云自己想了 我疲惫地躺在床上 花花奶奶闪现一下 记得给奶奶点赞投币一下哦 谢谢各位的支持 正文继续 一睁眼便看见秦志策躺在我身边 支着下巴捶眸看我眼角带着笑意 咕咚我咽了一口口水 秦志满脸黑线 敲了敲我的脑袋壳破坏气氛 我甘笑一声什么事 无事只是参加王母娘娘的宴 路过人间 顺带看看你 哦 秦志小指勾着我的一缕头发 要我说我让黑白无常 李老甲乙丙丁 你杀了完吗 秦志似乎委屈了 眼神晦暗地盯着我不说话 那可有成效 我一咕噜坐了起来 指着窗外被鱼打湿了翅膀 瑟瑟发抖的雀 在天空中翱翔过的娘儿 是不愿意再被关回金丝笼中的 等天晴了 她只会飞得更高 落衣云变了 不但是我有察觉 这次连沈父和沈秋都明显感觉到 她变得更加自信 也更加喜欢说话 笑容也更多 几量直起来 开始买护肤品 整个人一下子像年轻了十岁 前几天沈秋刚打完篮球 随手把汗衣扔在沙发上 结果等她下次打篮球准备穿的时候 发现球衣还在那里 妈你忘记给我洗球衣了 沈秋皱着眉头语气责怪 而洛伊云正在沙发上坐着 查手机的兼职 我在旁边帮忙参考 听到儿子的抱怨 他皱了皱眉头 你不会用洗衣机吗 你不会自己洗吗 你是没长手吗 沈秋愣了我也愣了 我没想到洛伊云进步这么快 我偷偷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吃完饭 洛伊云扔下碗筷就拉住我 往房间里钻 让我帮他录像 纠正舞蹈动作 沈父不敲门便猛地冲进来 你怎么还不去洗碗 洛伊云穿着轻柔的粉纱舞蹈服 像下凡的仙女 沈父一下子都看直了眼 洛伊云将手中拿的扇子一摔 我天天刷碗都刷了十几年 你们不能偶尔自己刷一下碗吗 沈父看直了眼 还没有反应过来 懦懦地关了门 不一会变传来哗啦哗啦的洗碗声 到了傍晚 我将灵魂放出去窍 轻轻溜进沈父沈母的房间 只见沈父手脚不老实 总是想往洛伊云身上摸 我悄悄拿指尖明了个小法诀 刚准备扔下去 洛伊云一脸不耐烦地 拨开了沈父的手 我来越试了 哎呀这有什么不影响 以前来越试又不是没有过 你从来都没拒绝过我 从来没觉得沈父这么猥琐过 忍得手痒痒 恨不得冲上去给他两巴掌 洛伊云冷笑一声 你想出去睡吗 沈父顿了顿 像是被戳伤了男人的自尊心 恼羞成怒到算了算了 你的身材早走行了 我也不是很想 房间寂静起来 我听见了洛伊云轻轻的憨声 我收了法诀 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当中 我知道这次洛伊云是真的变了 而随着洛伊云的改变 沈父沈秋开始明显的不适应起来 沈父将锅和铲子摔得噶里啪啦作响 便拉着我偷偷点外卖 然后拿回屋子吃 沈秋也要来吃 洛伊云却碰得关上门 妈你这样也太自私了 门内的洛伊云听到 顿了顿又打开了门 我点外卖的钱是自己兼职挣来的 没花家里的钱 再说了 我给家里做了十几年的饭 洗了十几年的碗 这还叫自私吗 难道你们都没长手吗 沈秋哑口无言 过了一回问这不是应该的吗 你为家里做家务 洗衣服做饭 伺候我和爸爸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洛伊云听到这话 再次碰的关上了门 沈父沈秋吃了一肚子糊饭 又敲门让洛伊云和我去刷碗 我以着门淡淡的问为什么 又不是我们两个人吃的 谁吃的谁刷 沈父和沈秋开始满腹苦水的洗碗 不一会传来清脆的哗啦声 想来是摔碎了碗 洛伊云有点心疼 想出去我却阻止了他 妈越是不会越是要学 也许他们是故意装作 笨手笨脚的样子 让你出去帮忙呢 洛伊云很聪明 家里的嘈杂声没有断过 扰的人耳朵不清静 他大手一挥拦住我走 咱们去按摩 上次你请我去看舞剧 现在我能兼职挣钱了 也带你去玩玩 我和洛伊云轻快地换好衣服出了门 他们爱摔就摔吧 反正我们听不见 到了按摩店 带着墨镜的盲人小哥 将我捏得舒服极了 我在地底下快待了一万年 早就忘记按摩是什么滋味 真是享受 我暗暗下定决心 要将这门技术引进阴间 洛伊云也舒服地感叹一声 自从开始练舞 我这腰已经很久没通过了 他摆了白手臂 静无意中挥掉了按摩小哥的墨镜 他连忙不好意思地坐起来 准备帮人将墨镜捡起来 却突然愣了愣 我听见他 百感焦急地吐出一个人的名字 纪容按摩小哥愣了愣 抬起头五官精致 带着一丝错愕 唯独眼睛闭着 显得睫毛很长 你是洛伊云吗 洛伊云红了眼眶 怎么回事 你眼睛怎么了 我失去地去了趟厕所 把空间留给两人 回去的路上 洛伊云告诉我 这是他的高中同学 他们以前还谈过一年的恋爱 连如今的沈父也是当初几荣的朋友 可惜后来几荣突然不理他了 跟他提了分手 直觉告诉我 这里面铁定有些故事 我摸了摸鼻子 准备找机会调查一番 在一个晴朗的秋日 积攒许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导火琐事 沈父怎么都找不到自己的衬衣 最后在床和墙壁的缝隙中找到了 像是自己不小心扔了进去 费好大劲从家脚处把衣服掏出来 再放进洗衣机 伊云你变了 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沈父等洛伊云回来 醉熏熏地流着眼泪 洛伊云皱了皱眉头 人都是会变的 沈父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 威胁道你如果再这样下去 咱们就离婚 你舍得我和小秋吗 我们以前的生活到底哪点不好了 女主内男主外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你选拔到底是回归以前 还是离婚 连沈秋也一脸赞同地 站在父亲身后 洛伊云不气返校好 哪里好了 我每天洗衣服做家务 做好饭端给你们吃 家里大小大小的事情我都要干 可你们却觉得理所应当 一个月就给我两千块钱 还想天天吃得跟盛宴一样 回想这些年 我当初事业发展得这么好 工资是你的好几倍 你却硬要让我辞职 哄着我说让我在家做一点家务就好 你会养着我 我要产后护理 你不让我花冤枉钱 可是又打压我说 我腰搓了脸变黄了 连当初你去找小三被我发现 还能理所当然的说 是因为我留不住你 可笑当初我竟然还真反思过自己 洛伊云边流泪边说 声音从来没有这么打过 这十几年来受的委屈 终于在这一刻宣泄出来 沈秋吓得不敢说话 缩在沈府后面 洛伊云擦干了眼泪 好呀离婚 我求之不得 一个星期后民政局门口见 沈父听到洛伊云竟然这么硬气 气得整个脸像猪肝一样红 啊狠狠倒好 那你滚出这个家 我看看没了我 你怎么活 也许之前这样的威胁有用 可是这几个月 我带着洛伊云到处接兼职 现在她已经在舞团小有名气 跳一场舞都能赚个小五百 可比那一个月两千的日子滋润多了 洛伊云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行李箱 昂着头走了出去 沈秋却拽着我的一脚 执拗地看着我 一副深情的好男人模样 我腼腆一笑巧声对她闭口形 放心我劝劝婆婆 沈秋安心地撒开了手 当然要劝 只不过我劝的是让洛伊云啊 离她们越远越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和洛伊云在这一个星期 过得畅快极了 更坚定了洛伊云离婚的决心 直到一个星期后 洛伊云站在民政局门口 沈父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善善地看着她 伊云我当时其实是说七话 咱们都过半辈子了 我从来没想过离婚 我不屑地笑了笑 沈父当然不想放洛伊云走 我们离开后 我曾灵魂出窍几次 回去看沈家 父子二人过得分外凄惨 脏碗堆了一堆 衣服乱糟糟地散落在各处 家挣一小时几百元 他们根本请不起 两个人连饭都不会做 可是外卖太贵了 沈父才发现 原来两千元是真的不够用 他们终于意识到 洛伊云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沈父终于放下了身段 开始挽留洛伊云 云云是我错了 我不该觉得你做的东西很简单 你回来咱们好好逛 连沈秋也积极地看着我 想问我劝得怎么样 我笑着朝他点点头 洛伊云跟我对了个眼神 我咳了咳 拉住了沈父和沈母的手 哎呀夫妻俩哪里有不闹矛盾的呀 生完气了和好 咱们还是幸福的一家人 可是可是什么 沈父紧张地问 也得有诚意呀 不如你和妈互换一个星期 这样妈出了气 以后咱们就回归正常 怎么样沈父看起来很纠结 但是一想到回归正常 咬牙点了点头 我心中暗笑 好戏要开始了 回到沈家 我和洛伊云将腿闲适地架在茶几上 看着父子俩手忙脚乱地开始忙碌 饭太难吃 我扔了筷子皱眉头 沈父带着围裙滑稽地站在桌子边上 诚惶诚恐地问怎么了 这是人吃的吗 我要吃红烧排骨 还有番茄牛腩 沈秋头上冒着一层汗 弱弱地说 可是两千块钱不够买的呀 天天这样吃不行 洛伊云也扔了筷子 皱着眉头问我给你们的钱呢 我说过钱要花在刀刃上 沈父眼神闪烁 因为这是他以前最常说的话 毕竟这就是他们最喜欢的语录 不是吗 洛伊云抱着自己的演出符 一脸痛心疾首 你们两个人谁洗的 连衣服和黑色裤子要分开洗 都不知道吗 有没有长脑子 沈父和沈秋两个人低垂着头 不敢说话 期间我竟然看见沈父在厨房躲着 偷偷抹眼泪 我心里乐着 装作关切的样子走过去吧 你怎么了 小雅呀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我现在战战兢兢就是怕挨吵 爸你要加油啊 直到一星期之后 父子两人都像老了十岁 一脸蜡黄 神色萎靡 就像曾经的洛伊云 我有点可惜 还想再玩玩呢 但还是不要在烂人身上浪费时间了 最后一个夜晚 我和洛伊云悄然离开了沈家 我们都知道 从此之后 洛伊云再也不会回来 洛伊云开始跟几荣经常待在一处 有时候他在台上表演 几荣便含笑拿着他的水杯 抬头看向舞台 明明他什么都看不见 却还是很开心的样子 直到那日 几荣和洛伊云走在街上说说笑笑 我担心打扰他们 拾去的走在后面 突然冲出来一个胡子拉叉的男人 瞪眼一看 竟然是沈府 他失控的抓住洛伊云好啊 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 原来是找了男小三 他撞落疯癫 抓着洛伊云扯着嗓子 大家都来看看啊 这个淫荡的小婊子在外面偷人 话没说完 几荣拿着盲杖慢慢摸索过来 沈夫看到他瞳孔微缩 我没有看错 他还有点愧疚之色 沈夫还没来得及震惊 只见几荣抄起盲杖 顿的一声 精准砸到了沈夫的脑袋上 一下子砸得沈夫倒地不起 洛伊云这才反应过来 狠狠踢了他两脚 你当初找小三可不止一个两个 我现在手机里还有照片呢 再说了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想找谁都是我的自由 几荣摸着盲杖脸微红 沈夫生死力竭捂着头 要从地上爬起来 几荣抄起盲杖 摸索着又给了沈夫一下 沈夫哭得像个小孩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离婚 我们还没有领离婚证 我不去民政局 老婆对不起 原谅我吧 洛伊云嘲讽地笑了一下 转身拉住几荣的手 还不忘招呼我一起离开 唯独沈夫躺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不能自已 路过的人看着他都觉得像个神经病 沈夫开始没脸没皮地纠缠洛伊云 不断地给他发骚扰短信 甚至大冬天的跑几公里去郊外 买洛伊云最喜欢的玫瑰花 在楼下跪着求洛伊云原谅 我言听计从 一边不断买东西要孝敬他妈妈 我问洛伊云你会后悔吗 洛伊云早就对沈夫死心 摇了摇头 我现在看清了 他就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现在所表现的忏悔 都是为了把我哄回去当免费保姆 我欣慰地点了点头 但他对沈丘终究有母子之情 一时间难以割舍 毕竟是养了十几年的儿子 我想了想 决定告诉他一些事情 现在的洛伊云 早就没有把我当做儿媳妇 也知道我看不上他儿子 他似乎把我当做他的女儿 想在我身上弥补他 我做了个梦 梦里梦见我是梦婆 每天都在奈河桥上 给人端梦婆汤 有一天有一个鬼鹰要过桥 他却不愿意喝梦婆汤 我很着急 因为我要完成地府的KPR嘛 怎么才能 让他心甘情愿地喝梦婆汤呢 洛伊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他听得很认真 那鬼鹰是个女孩 他问我能不能救救他妈妈 他说他妈妈很美很温柔 会跳舞会做很多好吃的饭 每天晚上都会揉着肚子 给他讲故事 可是他妈妈却过得不开心 挺着大肚子也要洗衣服做饭 还经常一个人 偷偷躲起来掉眼泪 他很希望妈妈 能摆脱这样的生活 他希望自己能被妈妈生下来 长大替妈妈分担 可惜他却被打掉了 他看着自己七零八落的尸体 还有妈妈的眼泪 灵魂飘啊飘 他听见他的父亲跟哥哥 不耐烦的凶妈妈 说有什么好哭的 他对父亲没什么感情 因为在他印象中 爸爸从来没有摸过妈妈的肚子 还总是凶妈妈 最后他的灵魂终于被白无常找到了 被白无常带到了奈何桥 骆英云好像明白了什么 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手不断发抖 孟婆活了很久 见惯了太多悲欢离合 本来不准备管这件事 可是那女婴却说让我救救他妈妈 她愿意拿自己的实施好人心来换 实施好人心很是难得 要知道她在活一世便能直接上仙界 再不用受人间疾苦 于是孟婆答应了她 化身烦人来到人间 最终不如使命 完成任务 我不能讲得太详细 可是我相信骆依云很聪慧 应该听明白了 她红着眼 紧紧抓住我的衣角 那女婴呢 现在在哪里 我摇了摇头 这不能说 骆依云无数次的温柔地抚摸着肚子 宝宝等你出生了 如果是个女孩 就叫沈雅 若是男孩子 就叫沈赫 好不好呀 骆依云将这两个名字反反复复地念 念进心里 随着血液流进婴儿脆弱而纤细的心脏 于是鬼婴告诉我 她叫小雅 骆依云乌叶着 最后问她恨不恨她妈妈呀 我笑了朝她摇了摇头 我也问过鬼婴 你不恨你妈妈吗 她这么懦弱 甚至没有保住你 鬼婴摇了摇头 她说妈妈好温柔 如果有下辈子 她还要当妈妈的 女儿骆依云扑在床上 哭得不能自已 我叹了口气 走出去轻眼房门 有些事情点到为止 需要她自己想明白 骆依云很快便振作起来 下定决心与沈秋断绝关系 几容跌跌撞撞地端着汤 走到骆依云旁边 温言安抚着她 她不知道为何骆依云这么伤心 却还是顽固地守着骆依云 几容还不知道 她马上就能重见光明了 为了她的眼睛这点因果 我回去可要在火上烤三天三夜 不过还是蛮值得的 我摸了摸脑袋 当初沈父看上了骆依云 故意从中挑拨二人关系 甚至偷偷找混混揍了几容一顿 也就是那时 几容不小心被砸伤了太阳穴 眼睛慢慢失明 这件事情我准备寻个机会告诉几容 让她自己决断 而如今我看见 骆依云将脑袋轻轻靠在几容的肩膀上 画面还挺和谐美好 我很满意 骆依云当上了舞蹈教练 不再需要兼职 她精神气也越来越好 而几容也对她体贴照顾 当她喜滋滋地通知我时 我正在吃辣辣王子 她捏了捏我的脸 说要拿新发的工资 给我买只鸡顿汤喝 我口齿不清地说哼 人类没大没小 反观沈父和沈秋却越过越差 到后来 我都懒得灵魂出窍再去关注他们 不知道最后沈父哪里抽了金 跑过来威胁我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都是你 原来都是因为你 都是你进门之后 依云才逐渐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把她叫坏了 而我却不屑一顾地翻了个白眼 勾了勾手指 沈父便来了个平地摔 磕掉了一颗门牙 爸当初不是你让我进厨房帮忙的吗 几容和骆依云要结婚了 我作为伴娘站在她旁边 看着热闹非凡的婚礼 我想我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骆依云也察觉到了什么 依不舍地问我能不能不要离开 我笑着摇了摇头 毕竟我是阴间孤魂 若是待在他们身边太久 反而有损他们阳寿 我答应明年回来看他们 到时候叩门三声作为暗号 我回到阴间 走上奈何桥 坐在自己的小摊上时 秦志来了都一个月了 可算舍得回来了 我挑了挑没言望你很闲吗 秦志将住了 我是来帮你喂鱼的 你应该感谢我 不然鱼早就饿死了 我倒了一杯茶递给他 阴间没有生寿 鱼也是阴魂 就算是饿上一百年也死不了 秦志哦 是这样吗 我忘记了 他猛地将茶全喝进肚子里 耳垂通红 你干嘛耳朵这么红 秦志茶烫的 我闲事地哦了一声 转身准备去领那三天三夜的火星 你干什么 去受火星 秦志却拉住我不用去了 我戳了戳他 那可不行 我们要有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 秦志嗯了一声 我替你受过了 没走后门 他难得地解释了一句 嘖嘖嘖 磕死我了 磕死我了 鬼鹰趴在奈何桥的扶手上 笑嘻嘻地看着我俩 想起来他曾告诉我 他有一事是一个 很喜欢磕CP的CP头子 我走过去不客气地 敲了敲他的头 递给他一碗汤 小丫头喝了吧 鬼鹰这次没有拒绝 我已将人间所有事情告知于他 他已经没有遗憾 哎等等 我的心还没有PO 骆依云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冲出来 己容在后面喊慢点 慢点我笑着将女鹰递给他诺 一个孤儿 你随便痒痒 骆依云愣住了 我不能将话说得太明白 只是指了指女鹰 好雅致的姑娘 取名小雅 怎么样骆依云的眼中开始冲淫泪水 怀中的小婴儿醒了 见到生人却也不怕 咯咯地笑着去捉骆依云的手指 风也寂静 云翼温柔 清晨的朝露摇摇晃晃 最后大地一生落入一旁的湖水当中 我打开地府新开发的科技 这科技能连到人间的电视 电视里 恰巧是骆依云作为国家队舞蹈总教练 拿着话筒发言 愿世界上所有的女孩子 都可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幸好是莫问前程 世界惊雷四起 狂风大作 而万家灯火璀璨耀眼 寂静祥和 家家户户都拥有着安全的屏障 可若是这屏障 单单由女子一人的血肉组成 要耗尽女子的才华 精神和眼神中的光亮 那便别做屏障 去做一只翱翔在雨夜的音 不是金丝雀 也不是黄鲤鸟 是一只强壮地拥有着利爪的音 我笑了笑 饮下温度刚好的茶